日前,一场名为《运河之恋牵手人生》的大型青年公益集体婚礼正在天津武清区河畔的河新公园举行。 整场婚礼采取西式草坪婚礼风格,共分《在河之舟》、《侄子之手》和《爱的传递》三个篇章。 58对新人相约运河之盼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在蓝天碧草的见证下,共同牵手走入神圣的婚姻殿堂。 活动主办方介绍,集体婚礼属于公益活动,一般不收取费用。 凡以进行合法婚姻登记的35岁以下青年均可报名,不受户籍和国籍限制。 经过主办方审核通过后,即可参加集体婚礼。 参加婚礼的新人,还可享受主办方提供的化妆、婚纱、精致会场、全程摄录、专级制作、游览观光等服务,并可获赠精美的纪念品。 这些年来,集体婚礼正在大陆成为一种新的时尚。 尤其是在天津、青岛、上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钟爱集体婚礼的形式。 此次参加婚礼的58对新人中,除了天津本地的新人之外, 还有黑龙江、山东、辽宁、山西、安徽等12个省市、20举对在天津工作的外省市新人。